你又做什么 按照慕容先生吩咐 今晚让慕容先生开心开心 夜董出事了 明天龙星准备了一个高端楼盘发售 找了一个名气大的明星慕容蕾做代言人 并准备在当天开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可谁知道这个慕容蕾突然变卦 说自己身体不适 明天的演出要取消 要是他明天来不了 又不能亲自出面说明情况的话 那群粉丝绝对能把龙星给烧了 我觉得这是另有蹊跷 慕容蕾冒着违约的风险 不肯出席发布会 尤其是时间点还这么巧 让我们再请别的明星都来不及 很显然 这不是巧合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走 我们先去会会这个慕容蕾 慕容先生你好 我是龙星集团的董事长叶松 漂亮 实在太漂亮了 虽然我在娱乐圈混迹这么多年 还真没见过有谁 能比得过苏盈盈的美貌加气质 慕容先生 你的身体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不如明天的演出照常进行 我的身体只有我自己知道 明天的演出我是肯定出席不了的 行 如果慕容先生的身体真的不舒服 那还烦请你明天亲自跟粉丝解释一下 我都不舒服成这样了 你还要我出面 你是巴不得我嘎了吧 那您到底想怎样才愿意出面 我也就不绕弯子了 让我出面解释一下也不是不行 这样吧 你晚上来我房间 陪我吃顿饭再喝两杯 我就答应你明天出面 怎么样苏总 你住在哪个酒店 房间号是多少 叶董 你 你先放心 我自有安排 慕容先生 是不是苏总今晚陪你吃顿饭 明天你就能出席发布会了 很多是不用说的太透 明天能不能去 那得看他今晚的表现了 要是能让我开心 明天的发布会我一定到 好 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等一下 把这个拿着 慕容先生 你就放心吧 晚上保证让你开开心心 满满意 联系一下 今晚让香格里拉酒店清场 另外联系一下 Couch安全公司 多叫几个喜欢小鲜肉的兄弟 我要让他们好好开心开心 叶董 难道你想 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 找醒 那 那明天的发布会怎么办 还有我们楼盘的代言人 代言人好说 你觉得杨茉莉怎么样 杨 杨茉莉 叶董 这种咖位的 可不是砸钱就能搞定的 更何况最近杨茉莉出国拍戏了 起码明年才能回来 这个你不用管了 回去后 你把龙兴的公关部全部叫来 按我说的去做 叶董好 叶 叶董 欢迎叶董视察工作 我们去办公室聊 公司最近怎么样 好 很好 自从您45G收购了皇朝娱乐后 公司的全盘账目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稍后我拿给你 先不用 你知道杨茉莉吗 难 难道叶董已经知道 我私自让杨茉莉接代言 以及隐瞒她收入 中包私囊的事情 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弄不好我要采缝纫机的 叶 叶董 我 我错了 嗯 这什么情况 难道是这人和杨茉莉有一腿 不过他们的私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你们的事我都已经知道 我不希望这些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最好你自己把这事处理圆满 我希望能看到 皇朝娱乐经纪公司在你的带领下 蒸蒸日上 叶董这是在给我机会 按时我尽快把那中包私囊的800万补期 谢谢叶董 谢谢叶董 我一定处理好 我一定处理好 起来吧 收敛点也好 我可听说 这女明星只要一谈恋爱就掉粉 掉粉就影响收益 对 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这样吧 在你原来的基础上 再加20%的工资 但是一定不能抹黑公司 都是男人 我懂 叶董说得对 男爱才取之有道 龙兴集团需要一个代言人 你看安排一下杨茉莉吧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这就打电话 你想办法来我这里一探 可是 我现在正在拍一部大片啊 先别废话 回来先拍一部小片再说 好的好的 我买上买最早的一班飞机赶回去 苏盈盈 就算你有个首富靠山又能怎样 山京第一大美女 还不是要被我白嫖喽 来了 按照慕容先生吩咐 今晚让慕容先生开心开心 啊 widely 回家